雙色裝表點滴 雙色裝表的基本認識 是將畫森裝表在浴池之中 在其上下分別配以天頭和地頭 雙色裝表的目的 是突現傳統裝表 同時讓畫森與環境融合 顏色和尺寸非常重要 首先天地的顏色要相同 傳統色系之外 要配合中式傢俬的主色和個人品味 而尺寸則要考慮建築結構與傢俬擺設 按比例調整作品高度 三色裝表也因此應運而生 工序一 托 現在謝瓜航老師示範三色裝表 蘇表是中國主要的裝表派別 對材料及手工要求特別嚴謹 以質優、色雅、攻勢、平復建清 裝表包括托和商兩大工序 托是為了保護畫森 是裝表過程的關鍵 不論是舊表、新表或是單畫森 都要維持畫森狀態良好 令裝表效果至尽完美 托的工序 先選好托紙 在畫森四周預留一至兩厘米 自行調製的漿糊 質感如揚枝白玉 勢利純正 使用時按不同情況調節漿糊的濃度 原料系優質小麥粉 調製時要去除雜質 避免使用後 在畫森和表邊上殘留黃斑 用漿糊貼上托紙後 在畫森四周外黏上紙條 即襯它 有保護畫森的作用 托好畫森後 注意掌握時間起台 以免重彩或顏色脫落 然後將畫森固定在牆上浪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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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調製色調 將花森染成青灰藍 以配襯畫森 然後上張 動作必須平均而利落 避免將糊堆積 接著將孫子黏貼在靈上 即上托紙 又稱擺紙 繼而上板代桿 完成後 只能完美平伏地接合 顏色均勻 無論是將畫森相助浴池內 或是雙天頭等每一個步驟 都要預先設計規劃 要求手工分毫不差 在浴池四周盤上小邊 既突顯畫森 令整體更見精緻 盤上小邊後 確保左右兩邊平衡 然後在浴池上下方 分別配上上下隔階 以及天頭地頭 盡量將摺口對齊押平 翻向背面 將兩旁的表靈翻邊 目的是預防邊緣的捲靈走線 此外 立族上方要預留 足夠表靈作包手 以保護捲好的畫族 同時要貼上飛肩 以便稍後配上天干 在天頭上 貼上經驗作為裝飾 在畫族背面 用牌擦腹背 去除氣泡 過程中 需要注意力度及速度 令畫腹平復 接著便可上立 保護表背 才去飛邊 放上天干 裝上天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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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勢、平伏的三色装表便大功告成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